又多了一位女神及嘉宾现身 当女神缓缓升起 又是引来一阵阵的尖叫声 我爱你的心碎 我一个人的冒险 一个人的座位 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看着的美酒又不是 我爱你 终极系列《大集合》 佩慈和梓鸿 这对原本无缘的情侣 在台上演出番外篇 可让台下粉丝们超级兴奋 如果女神大驾光临 却被爆料 只是爱的另有别人 因为佩慈之前曾经说过 她最欣赏的情侣 5 4 3 2 开始 很久不见 欢迎你回来想我吗 好久不见 我很想 我们有解释一下 连我们都没说 是属于比较猴急的那一种 听我说 我求求你听我说 我对她不是男女之情 我是她粉丝专业的粉丝 为什么 因为我很喜欢她在 她的粉丝团po 就是写文章的方式 所以我们的粉丝 都戳到我的笑容 都不是 我们就没有练团师啊 你没有follow我们 你只有follow一恩哦 终极女神 是只有一个人可以独占的吗 什么 那你要 哦 我们每个人都给你演一次 来台队 也太久了 太久了啦 演唱会上有欢迎